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制作猪脚饭的第一步就是公开一组和新的卤式香料配方 准备八角15克 桂皮10克 香叶10克 小微香10克 红花椒5克 山奈10克 炒果3克 甘草10克 香茅草3克 黄制芝麻8克 五练成皮15克 去臭真香 越式卤味必不可少的南姜35克 那么这组香料配方的主要作用是 去臭性意味 解虑 渗透 花扎 以及辅助真香的作用 同时 猪脚饭作为越式卤味的代表作 所以核心的香味主要是食材自身 而并非香料的香味 因此香料的香味浓度 应该控制在四段范围 然后取出南姜更往制止 这件事用于香料倒出体壳当中 开销会硬变炒 炒制的目的是为了揪发香料的香味 让一些堕性香料也处于核心的状态 所以不解释 越式卤味具有代表性的步骤 按照出香锅后出锅装碗 再倒入不过香料的温水 扣成盖子 浸泡个10-15分钟 尤其来吸湿酱油的香料当中的微微苦 色味跟药味 再问清水淘气对理沙跟灰尘 装入香料的锅当中 微黄 取出了黄枝纸 跟南姜 那么我们将周角方的核心香料配方 准备就绪 接着来制作一款核心的飘酱卤油 现在锅里面加入色拉油 铃银精 色拉油无色无味 才不会抢走其他材料的香味 再加速鸡油一斤 用于火酥增香 同时还能够有效芽制出香料当中的香味 再加速蒜片150克 洋葱100克 小葱200克 大葱100克 香菜100克 老葱片50克 开小火慢炸 葱带打出料头香味 这一步的目的是给油料起来一个去醋油腥味 同时也能够给油料增加一口淡淡的心酱 将料杂杂质略为金黄 控油烙醋 放入杂布袋当中 用于卤汁食用 这样还能够给卤水提供极大的香味 香料磕磕扎 带用 这件飘用四溢的卤油 也出过装网备用 下一步只做一款 三用价值极高的复合坦测 先在锅里面 加速鲜水液径 再加速黄汁食30克 大火烧开锅后 转出火煮大概5-40分钟 重复来煮出黄汁食色泽 顾虑掉惨杂 加黄汁食水出过装网备用 继续在锅里面加速鲜水液径 再加速黄汁米30克 混用大火烧开锅后 煮大概35分钟 控股蛋做出黄汁米色泽 顾虑掉惨杂过后 将黄汁米水出过装网备用 然后继续在锅里面 加速色蜡油30克 再加速冰糖100克 用小火将冰糖融化 再加速白砂糖100克复合 那么两种糖混合 造成出来的糖色不见红润 而且有量以光泽 糖加融化过后 颜色会逐渐变深 产生密集的小气泡 那么第二阶段会气泡逐渐变大 然后关火 用雨温加持日 气泡会破灭 回退 再加速准备好的红群米跟黄汁米水逼施取色 取色完成后 再烧开3-2分钟 一是让所有的色者融合 二是微发掉在走之过程中 所产生的浓郁焦果味 再将黄中带红的复合弹射水出过装网备用 高档 有深度的色者 往往需要多种色者 复合而成 同时复合弹射还要求色者漂亮 看眼患能力强 富足能力强 以微苦 微甜 为何个标准 紧接着再来熬这一桶 核心的卤水口汤 准备二师兄的大锅两根 新鲜的老鸡半只 二师兄的小鸡脚一根 最后再准备二师兄的外套两斤 那么这种食材就包括能够探索取了鲜 鲜 以及浓厚的胶质 然后将脑部去长块 做大锅敲短 这样变成血水 点鲜香味的伸出 然后将所有食材粮水效果进行焯水 再加入巨型三件套充 鸯 并捨取了个杜白酒 接着用大火烧开过后 打掉上层虎沫 再持续操作 食材完全组织水墨 绝取为止 然后捞住放入温水当中 反复清洗掉 附组在上面的虎沫跟铲砸 直到水变清澈为止 处理处理干净的食材 是保障汤色跟汤色的核心关键 接着准备大地鱼干凉跳 用于体现 使用清水淘气队里沙跟灰尘 放入温水当中 开窍或慢炸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出鱼干的香味 同时也是让鱼干有形变香的关键 它是表皮金黄 焦香 控油烙出 备用 然后在汤桶当中 加入清水40斤 最终取汤的量为20斤 对 没错 先用大火烧开过后再消除高汤食材 这样能够让食材重复能产生乳化半斤 再加入干部银两 十七线上加线 两加35克 蓄意正香 使用大火烧开过后 煮大个30分钟 将食材的热汁跟果汁 煮至松软跟松脂 便于下一步凝合来出现出香 时间到了过后 再转中火加十半个小时 让食材持续地产生乳化半斤 时间到了过后 进入第三阶段 转小火煮大个5到7个小时 重复地煮出食材正香 让所有食材作用最大化 由此达到无尽其用的核心目的 顿煮时间到了过后 忽略掉所有产杂 技巧的肉碎 也不要放过 让味桶糖色存症 富含鲜 香 以及油脂胶质的 猪脚饭螺水河糖 准备完整 下一步进行调味种症 以20银高汤为标准 调度使用盐50克 鸡精味精各20克 冰糖40克 为猪脚饭量身定做的甜酱油一斤 港风及鲜酱油两节用于提鲜 再加速炒至好的糖色 飘香卤油 香料罐 从酱料炸煲 接种倒撒一个过后 转小火 持续煮到30-40分钟 充分煮出香料跟尿燥香味 油脂胺香味 调味品 色泽跟高汤充分 高度融合 合为一体 那么一桶高品质的卤水和糖 调配完成 同时煮汤每卤制一次食材 就会提取食材当中的咸 香 所以卤汤当中的咸香味也会不断地叠加 提成 因此就会出现越卤越香的这一期幻香香 所以开了几年的卤菜店 在卤制的时候 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一股气香 然后就是准备煮料 准备二次胸的肘子一根 指头是肥色向前 肉筋相连 所以能够做出奇妙 喜欢般的口感 然后直接将肘子凉水巧合进行焯水 再加速剧性三件套虫 酱 跟少许的高度白酒 用大火烧开过后 打掉上层浮沫 在持续烧烫之后 完全走不出血沫 血水为止 带老虫放入温水汤中 反复地清洗新的感情 直到随便清测为止 以确保护给螺水口糖带来任何影响 再放入早一点后的不耐烫的螺水汤中 完成奇妙 奇幻般的蜕变 烧开过后 用大火加持五分钟 让肥色肉汁收紧 接着再转中火炉汁个二十分钟 将整个主体 组织电器 由此便于肥肉的肥油排出 时间到了过后 转小火炉汁个一个半小时 所谓的小火 也就是顶开的水柱 不超过整个水面的三分之一面积 由此 让肉汁一点点放松 肥油一点点排出 肉汁一点点转化 那么这一步是让出脚螺汁出来非而不腻 受了火炸的核心关键 当螺汁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加入鸡蛋即可 将剩余的螺汁时间螺汁完成 直至螺汁时间到了过后 关火 在门泡一个小时 用螺水的鱼温 改善食材口感 以及深度的肉香跟肉味 时间到了过后 将食材出锅 此时的猪脚已经达到了色向巨犬 但如果还要再提升一个层次 改善很多的螺汁出来都会遇到的问题 外香里淡 淡又要不损伤 猪脚刚刚好的肉汁口感 那么我们先把螺水当中的香料框倒出 防止香味过重 二发门 还可以螺汁两到三次 要找薄也烙出 然后将螺水当中的温度降到30度以下 由于在卤油的风格下 螺水当中的高温能够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再放入取出的猪脚进行回忌 加温度足够低 也不会损伤食材刚刚好的肉质口感 但又能够达到深度的肉香跟入味 所以咱们这一次用的是长时间慢紧 浸泡一个晚上 用这个空间时间来淘置一个酸菜 先在锅里面调少许底油 调少许香酸泡泡香 再调出经过9982天发酵的酸菜 调出酸菜的多余水分 调出酸菜的酸香 再调出少许味精 鸡精 胡椒粉 再一次翻炒均匀 那么一道开胃 用简粒的猪脚放搭档 酸菜炒至完成 第二天再一次将卤水烧开 再转小火了大概5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卤香味 同时防止肉质吸食过重油脂 然后将其出骨 此时的猪脚不管是香味、口感还是出味 都已经发挥到了自己家的状态 然后将猪脚的肉质分离 将其剁成大小是中的小块 准备一碗白米饭作为铺垫 加入青菜两个点缀 又解腻 操作好的酸菜 再加入1分为2的卤蛋 或放上多好的猪脚肉块 最后淋上少许的卤水点缀 那么一道量仔们都喜欢的 解释相具权的农香猪脚饭再次煮完成 对 没错 不要以为看到这里就已经分享完成 接着还有干货进行分享 卤炭保养必须用密尿过滤掉所有残杂 同比残留的污垢 也要清理干净 以免掉到汤中影响汤色 给引起变质 用大火烧烤过后 再加少许个冬白酒 持续用大火煮开个3-2分钟 将一致起的小毒杂圈的作用 而是能够去除 毒水当中的异味和异性周围 光火放置自然冷却过后 盖盖 放置到阴凉 通风 干燥的环境进行储存 那么卤水保养完成 我们先苦衣翻了过后 来掺上一块 肉质软 糯 花杂 肥肉肥而不腻 瘦肥而不腻 瘦肥而不彩 吃完过后还有一股淡淡的五香味会可香 让您回味无穷 那么这味道就有一个字形容 绝